欢迎来到一部一千坤 今天让我们大家一起去逛一逛伦敦的大英博物馆 大英博物馆我已经来了好几次了 但是每次来都有不同的感觉 新鲜的感觉和不同的展品 这里有最丰富的世界文化收藏 这些海量的文物记录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史 看似这里的主角是埃及文化 古希腊文化等等 西方文化占据了大量的展区和空间 但是作为我们华人来访者 最最割舍不下的还是33号的中国展厅 还有95号的中国瓷器展 这是非常出名的三菩萨壁画 我在山西永乐宫见过这种壁画 栩栩如生的彩罗汉 活灵活现 这是三菩萨壁画的 红的嘛 五菩萨壁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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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武大帝像 有人说这是按照明城主朱棣的形象刻的 也有人说他像成吉思汉 听说这是让马卫都老先生单期下跪的国宝 名宣德年间的景泰兰制品 大将军观 这是唐三彩 这个唐三彩非常有趣的 是脸全部是白色的 身上有彩 是白色的 这尊巨大的石头佛像是水草的 原来在河北 它是在民国时期被著名的古董商叫卢琴塞 返运到国外 因为体量太大 被切成了三段 现在的石像上已经看不到佛手了 你看它中间胳膊下边也被切了 现在没有胳膊 裙子边上有切的 这就是那个叫卢什么琴卖出来的 卢琴塞 这是从河北来的 下边那边有码 编乱 从河北来有很多 毛老再联系 昨天超大 海藏 海藏 这个榴楼写的字我们上次就讲 音乐 这几个文物见证了我们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史 人物画面栩栩如生 生动地展现了那个时代的烙印 中国瓷器文化的精髓 青花瓷 现在我们进入95号馆 大卫爵士的中国瓷器收藏馆 它在世界的收藏史上都是有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对瓶子以大卫先生的名字命名 它颠覆了中国瓷器界对原青花的认知 奠定了原代青花瓷在中国瓷器里不可撼动的地位 它是汉文化 波斯文化和蒙古文化等多种文化的结晶 这对大卫瓷器是镇管之宝 在这对瓷子没有出现之前 中国瓷器界普遍认为 青花瓷只是在明朝以后才有 在此之后 人们对原青花有了新的认知和研究 到后来才出现了如鬼谷子下山等 绝世原青花精品 这个展柜里的展品是另外一个天神级的存在 这是北宋汝瑶 据说全世界现在能知道的只有六十多件 台北故宫有二十三件 北京故宫有十七件 而这里的大卫馆就有十二件 在内务府清朝的统计的时候就说 说当时有一个暗闻 其实他没看到这两条鱼 当然也能太远比较促心辛苦 李扬的这个非常下属的一条鱼 正是一条龙 您看不出来没关系 您把那龙拿起来往上一扣 基本上一样 而且当时聪明的匠人还用竹刀在龙身上雕刻了龙纹 您看出来了吗 嗯 哦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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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大龙点子就知道了 这个掌柜价值非凡 听说其中一个小小的同款鸡钢杯 在香港拍卖会上被拍了两个多亿港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这是康熙的十二个五彩花神杯 当时导游提醒我们有两支是后来做的 让我们区分一下 结果很容易能看出来 它们的颜色稍有不同 那两个后座的小杯子 亮亮的发着贼光 不如其他的十支杯那么融合 这些瓷器太精美了 花色也太美妙了 真是让我们流连忘返 大卫馆里有1700多件中国瓷器 渐渐都是精品 渐渐都是西式之宝 这颜色太惊艳了 这颜色太惊艳了 这莲花盆也太雅致了吧 这莲花盆也太雅致了吧 这是不是朱元璋喜欢的那个又里红啊 可能不是 对约瑰 哪一个人也太失败了 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 还有一些什么 就是一种感觉 这种感觉 还是要离败不了 才是天敦的 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 也不错 还有个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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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会推出更多博物馆节目 这期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